另外三星大洲国小有8个社团 有体育、有音乐、还有艺术相当的多元 不过学校资源并不足以让这些社团能够维持目座 但在地方密集的支持之下 共同募得了12万5千元 让社团可以顺利来推载 学校特别感谢来自社会的爱心 为学生开拓学习的领域 学习了一段时间 三星大洲国小乌克力力社团 献上两首曲子展现成果 不只是乌克力力社团 三星大洲国小发展的社团 还有直地社、乐乐棒球队 手工艺社、篮球社、武师社等8个社团 有体育、有音乐、有艺术类 其中除了篮球与武师社 是受幸福鼓注的社团之外 其余免费的社团 都必须靠自己负担可不孝 大概学校加一加 大概有十来个社团 好那其实以我们现在的学校预算来讲 大概这也只有我们的 教育优先居发展学校特色 以大洲来讲是申请篮球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传统艺术的部分 大洲是申请武师 那这两个部分有县府的一个补助之外 那所以其他学校想发展孩子的多元智慧 多元社团 真的是要靠我们自己家长会 或是社区 不管是成功的企业还是庙宇 能够一起来让孩子能够有一个多方的学习 不过在地方庙宇的经费支持下 让社团可以顺利推展 赞助的八间庙宇分别是 乡内的大洲福德子与开安宫 大御天子围宫 少女村中天宫与慈恩寺 尾倩村保安宫与正安宫 大隐村静林宫 运用信徒捐赠的香油钱 共捐出十二万五千元给学校 拓展学生的学习机会 因为我们也都这间学习的学友 所以大家都这个学友 不要让孩子每天都点到电脑门 让他们走出来户外活动 因为这个学生都需要栽培 以及多元化的栽培 所以说大家来参加 我们大洲高校的社团也很多 尤其那些人塞堆 刚才乌克里尼 这些小孩会幸福 建议就缺陷阱 就需要我们这些艺术 来帮忙他 让他继续运作下去 学校感谢社会支援 也颁发感谢状给捐助的面语 帮孩子们好好地感谢主委阿伯们 让他们能快乐学才艺 宜安宣记者黄竹汉曾报道